因创意小神教而成为在地特色小学的东港海滨国校 从原本为而认识故乡海洋文化而制作的简易小神教 到积极推动3D列印、乐高机器人、机器人在神教等创新思维也融入课程中 如今的3D神教绘画将以3D几何逻辑的思考层面融入课程教中 目前海滨国小的创意小神教的社团 我们已经从冰棒棍的神教发展到我们做小积木的神教 然后还有机器人在神教 也结合了创科的教育的精神 我们做了3D绘读的神教 那也往3D列印的方向迈进 那我们最近又整合了社团的老师 我们也发展了雷射钓科小神教 让我们小神教的一个发展能够多元 而且更加的有创意 校长强调学校一直以推广多元教育为主 不想给学生填压式学习环境 以此除了成立有关海洋与村文化 科学教育等相关课程 也让在地师资与学校社区做结合 让学生从到庙宇看真神教 到亲自手做小神教等过程 亲身经历及体验 可以学到动手做的乐趣 我觉得他需要用一点耐心去做 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 海滨创意小神教的一个发展 就是希望能够让学生动手做 还有学会创意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整合 那学生经由小神教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也把科学教育 创科教育 还有海洋文化 渔村文化等等的意向 全部都融合进来 让学生从这个动手做的过程当中 也体会我们自己本身在地动港文化的一个特色 那也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可以搭配机器人在神教 校长介绍着海滨国小的神教演变时 这个最道地的海洋文化推广学校 在固守在地传统的同时 也不忘结合新科技多元发展 如今在3D练映及机器人教室后 3D神教电脑绘图技术 更让课程迈向另一个新境界 评论树不听相识采访报导